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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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收看數學員展台 我是東老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教的是 九年級國三德數學 那目前進入教的是 內心外心中心的課程 那我們上次已經有教過一些外心的題目 我們今天一樣延續一些外心的題目來做起 另外就是說 三角形的三星那些重點 请同学务必要多看几遍 就我们第一次的课程 讲内心外心重心的时候 很多的重点 请同学务必要反复再看 你要把那些定义给他记下来 内心有什么特性 他怎么画的 包含总统的 请同学务必再看过一遍 我们今天接续在讲下面的课程 在讲义的第34页 从第34页开始说起 第34页的第一题 它是说 锐角三角形的ABC中 欧式外心 角BAC55度 要求角BOC 同学这个时候跟你讲画图就对了 知道吗 只要是外心考角度 跟你讲画园 把图画出来 那他说是锐角三角形 你要怎么画呢 你就先画一个圆 画个圆之后呢 你把这个圆形 包在三角形里面 你这样画 随便画一个 画个参考图 会比较好思考 他说是ABC 好 这边准备给啊 ABC 好 给好之后他说 脚BAC55度 哪边是脚BAC 来同学 BAC在这里 这边是55度 然后呢 他要求的是脚BOC度数 这是原心欧 对不对 BOC画起来 在哪里啊 就在这里啊 对不对 他要求这个原心脚度数 你看到没有 送分题了 这边是55度圆周角 对过来BC虎呢 两倍大 乘二嘛 110度 所以原心脚度数跟他一样 所以脚BOC 也是110度 是标准送分题 但是你图画出来才会有 知道吗 记得哦 外星考角度一定要画圆了 来我们看那个第二题 好 第二题呢 三角形ABC中 欧是外星 脚BOC124度 对不对 要求脚BAC 情况都一样 只要是外星考角度 一定要画圆 知道吗 所以画了一个圆 画圆之后呢 它是锐脚三角形 所以圆心会在ABC里面 我们可以这样画 这是ABC三角形 好 圆心在里面 这个就是欧 然后说那个 这个脚BOC是124度 我们把它画出来 BOC B到O到C 这边是124度 对不对 它问什么 它问说脚BAC多少度 哪边叫脚BAC 这里啊 对不对 这什么脚 这圆周脚 看哪边 要看BC湖 那BC湖几度 124度 为什么 因为圆心脚是124 所以BC湖也是124 圆周脚BAC是他的一半 124的一半 把这个除二变多少 62度 所以脚BAC答案就是62度 这是第二体 很快对不对 真的很快 来 多做几遍就更熟练了 来我们看那个第三体 看那个第三体 它题目是说呢 锐脚三角形的ABC中 O10外星 脚BAC120度 要求脚BOC 跟这看错了 是顿角三角形 它脚BAC是120 顿角 所以我怎么画呢 没错 也就一样 先画圆 不管先画圆 画了圆之后呢 这个外星点这里 这圆心O 它是顿角三角形的 所以外星跑出来 所以画图这样画了 这样画三角形 然后外星可以跑出来 对不对 有技巧的 所以外星在外面呢 什么形 顿角三角形 它说脚BAC是120度 BAC 所以这边是B 这个是A 这个是C 这样BAC120 就比较符合题目的意思 好 再来它说要求脚BOC几度呢 来同学开始看 画图 BOC在这里 什么脚 这个是圆心脚 对不对 那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 这是圆周脚 120 对哪边 它对的是 BC虎 这个U虎 所以120两倍大 240度 这样没错吧 240 圆的一圈是360 360 扣掉这边240 所以上面的BAC多少 120度 所以哦 这个BOC它是圆心脚 对的是BAC虎 BAC虎是120 所以脚BOC也是120度 这两个答案相同是巧合 所以答案呢 不选了直接写 答案就120度 好 再看那个第四题 第四题呢 它提问是说呢 在顿角三角形的ABC中 O是外星 脚BAC115度 要求脚BOC 其实情况都一样 只要是外星考角度跟你讲性画原 什么都不用讲了 把原画出来再讲 来 画了原之后呢 它是个什么型 顿角三角形 所以你一定要这样画 这样才有顿角 然后呢 这是外星O的位置 那它说脚BAC是115度 那BAC顿角嘛 所以当然这样子可以啦 这个是B 这个是A 这个是C 115度是这一个 它要求什么呢 就要求脚BOC 把BOC画起来 这是BOC 那做法有没有一样 还是一样 圆周角115度 所以对过来这个BC虎虎 两倍大 115乘2 230度 那圆的一圈又360 360扣到230 所以上面这个BAC虎啊 多少度 心算一下 360扣230 130度 对不对 所以圆星小几度 跟它一样 130 所以答案是130度 好 同学自己写一下 好看那个第五题 好第五题呢 它题目是说呢 在三角形的ABC中 O是Y形 脚BOC 130度 要求脚BAC多少度 那么这题呢 它并没有说 这到底是什么形 是 锐脚三角形 或顿脚三角形 所以 两个图我们都画 什么考虑说呢 它可能是锐脚三角形 但也可能是顿脚三角形 所以两个都画 好 那这是外星O的位置 是原型O的位置 这个是O 好 如果是锐脚三角形 它会把这个外星 原型包起来 变这样 如果是顿脚三角形的话呢 它的外星就会跑出来 对不对 那题目是说呢 它的脚BOC 是130 BOC 这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C BOC 这是BOC 这边是130度 对不对 这也是一样情况 A B C BOC 这边一样是130度 那要求什么呢 它要求脚BAC 然后你看 那个BAC 我们找一下 BAC就这个脚 BAC这个脚 如果这个情况下 这BAC几度呢 这边是130 圆星脚130 所以BAC弧也是130 因为圆星脚跟弧度 是一样的 而这圆周脚 130的一半 所以再除二 答案就是65度 对不对 好 看右边这个 这是130 对不对 所以BAC弧呢 这边到这边 它也是130 那圆的一圈是360 所以360扣到130 这边的U弧是230度 360扣130 230 230呢 对过来什么脚 圆周脚 弧的一半 230的一半多少 除了115度 而且你会注意到 这两个答案会互补 然后两个答案呢 65度跟115度 它会是互补的关系 所以求出65度之后呢 180 写65 它变115度 也是可以啦 好 所以答案写两个 因为有可能是65度 有可能是115度 因为它没有刷什么型嘛 到底是瑞尔三小型 还顿尔三小型 它没有说明 所以两个都回答 写65度或115度 这是三十页的第五题 好 来我们看三十五页 好 再三十五页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上的是 内心的一些题目的计算 同学也是 切记我们第一次的课程 讲内心外心重心的重点描述 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再说那些重点 同学如果对内心的一些重要公司 但是你不熟悉的话 你把那个单元 请你务必再看过一次 好不好 要熟悉它的一些性质 像内心怎么画 内心有什么特性 内心在求半径要怎么求 内心半径怎么求 而内心考角度 你要怎么去应付它 这都是你要去先去准备好的 好不好 那我们看那个三十五页 看那个主题1 底下的第一题 好 我们看那个在三十五页的第一题 它说 I 是三角形ABC的内心 然后脚A是112度 你把它写起来 脚A是112度 然后呢 它说要求BIC这地方到底几度 好 如果说同学你的公司 还依稀还记得的话 你会知道说 这要怎么求 套公式 套公式会套吧 套公式就是说 你要求BIC呢 套个小公式可以用 就是90度去加上 对过来这个脚A等一半 所以脚BIC怎么求 90度再加上脚A等一半 112除2 所以是90再加56度 那答案是146度 这是脚BIC的求法 好学会说 万一公式忘记了 跟你讲忘记也没关系 你这样做 你就想 内心怎么画的 内心它是三内脚 脚平分线的焦点 所以这什么线 脚平分线 什么线脚平分线 这样的脚一样大 给它设代号叫BB 为什么BB 因为是脚B在旁边 这两个脚一样大 一样大 设代号叫多少 对设CC 因为这两个脚一样大 在C的旁边 然后再想 这三个内脚和 它是180 所以112度 再加两个B 再加两个C 就是180度 这样没错吧 然后把112移过来减 所以两个B加两个C 它是180-112 来算一下 180-112 减法容易心算错 我就比算好了 这边是8 借位变68 68对不对 68 好 再来怎么做呢 全部都除二 除二之后变什么结果 除二之后变这样子 它是B加C 等于34度 对不对 够了 我们要求BIC 你注意看 三角形的BIC BIC中 你要求这个角 把这个BC扣掉 那我知道B加C34 所以我就用180度 去扣掉B跟C 扣掉BC的和34 所以扣34 答案多少 146度 跟它就一样 知道吗 如果不一样就算错了 这样子 所以你公式没有被一样 可以求解 但是你会发现会兜了一大圈 这样知道吗 所以公式有它的一个好处在 但是如果你真的忘记 没关系 我们就给它设BB 跟CC 一样可以解得出来 这是第一题 叫什么问题 来 我们看那个 36页的第二题 然后如图中 I是三角形 ABC的内心 而且呢 角BIC是126度 看到把它写起来 这BIC是126度 然后呢 它的角ACB是50度 这么客气 这个地方 ACB 它说是50度 就ACB嘛 这两个相加是50度 然后呢 第一个是要求说 角ABC加角ACB 角ABC 再加角的ACB 好 第二个是要求角A 它有两个东西要问的 好 角ABC加角ACB 好 其实这一题 它给了 题目的一些数据资料 是太多了 那太多 其实反而好运用 知道吗 这个是50 这什么角 不是这什么角 这角C 这个IC呢 它是要角平分线 因为内心嘛 三内角角平分线的焦点 所以这边就除2 25 50除了变25 这边也是25 对不对 2525之后呢 你要求ABC加ACB 好嘞 那你就分别把它的角都全部求出来 这126 这25度 求那个角 会求的吧 对不对 怎么求呢 180去扣啊 180扣126 扣25 126加25是151 没错吧 进位变151 所以180度去扣掉 这两个相加是151 然后变多少 答案是29度 所以这边是29度 所以29这边呢 也29啊 因为因为它是角平分线的 对不对 那这边是50 两个相加 这边是58 好 那你就想啊 180扣掉50 扣掉58 得到这个角A 换句话说 这两个相加是108度 对不对 所以角A怎么求 180 去扣掉这两个 108 所以角A就是72度 那它要求这个角ABC再加ACB ABC 58 ACB 50 诶 所以刚才就这两个 ABC再加ACB的话呢 就是58加50 当然就是108度 就我们刚刚扣的这个 所以呢 这两个角相加是108 那角A就72度 这是那个第二题 它算简单了 这不难 来我们看下一题 那题目说一遍 它说呢 O是ABC的内心 而且角B加角C是88度 要求角BOC 好嘞 这时候我们就先画那个三角形 因为有时候图很抽象 它没有图 我们就自己画 随便画没关系 这是ABC三角形 然后呢 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 角平分线的焦点 就是内心 然后内心是O 那题目说呢 角B加角C是88度 你就记录一下 角B加角C 它是88度 就要求谁啊 他要求角BOC 要求角BOC多少 同学你看一下哪边是BOC BOC BOC BOC在这里啊 求这里对不对 可是他有说哦 角B加角C88度 你会发现老师刚刚教那一招也不错用 怎么用呢 我有说过 角平分线的时候呢 这两个角一样大 色代号 色BB 对不对 这两个一样大 色CC 然后怎么做 你看 角B加角C88度 换句话说 两个B 2B 再加两个C 2C 等于88 全部都除了 所以 B加C 等于44度 B加C44 你要求角BOC 笑死的很好求啊 180扣44 对不对 因为这个内角合是180 扣掉B跟C不要 所以角BOC怎么求呢 180度 去扣掉B加C 那B加C 我们刚刚说算出来44 所以180扣44 多少 小心减法 不要减错 136度 所以角BOC 答案是136 这是第三题 叫什么问题 很简单 对不对 我知道很简单 再来我们看下一题 第四题 他说呢 I是三角形 ABC内心 而且角A是100度 要求IBC加ACB 题目看完都很抽象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图 没有图就自己画 题目本没有给你图 你就自己来 我们就自己画图 画那个图 不不不不 画错了 应该要先画三角形 不是先画圆 他不是考外星 考外星 我就先画个大圆 再画三角形 他考的是内心 所以是先画三角形 然后呢 再去画他的角平分线 意思画一下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的情况 他说IC内心 所以这是ABC 然后IC内心 我们把画出来 角AC100度 把它记录一下 角A这边100度 我这样写 然后呢 他说他求角IBC加角ICB 你看 角的IBC IBC你找一下 再加角的ICB ICB 这两个角相加是几度 然后我们先把位置给找出来 IBC 这里 好 来 同学好不好找 好不好求 好求 为什么你看 这是角平分线 又来了 这个要射BB 客气了 这也是要射CC 然后呢 三个内角合 他是180 对不对 所以这边是100 角A是100度 角B是2B度 角C是2C 2C度 相加是180 100 一拐减100 所以2B加2C 会等于80度 因为一拐减100 所以B加C几度呢 除二之后答案是40度 他要求的是角IBC 再加角ICB IBC叫小B ICB叫小C 刚好是B加C 所以答案就是40度 如果他题目这样乱出啊 他说不乱出啊 他会换个方式出 你可能就变得 发现这样写法真的是对的 怎么出呢 他会这样出啊 球角IBA 再加角ICA 如果是你不用这一招 你头会炸掉 IBA 这个角啊 ICA 这个角啊 你公式没有降倍了吧 所以跟你讲 你是代号解就没问题了 因为IBA就小B ICA 一样小C 这样相加怎么样 答案一样是40度 所以你小心一下 题目的一个出法 他未必会考这两个角相加 可能考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哦 就知道吗 这是第四题 会讲比较快对不对 我觉得讲话太快了 大家讲话放慢一点 我们看那个36页的 下面的主题 讲那个内切圆半径的求法 这个主题 他说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长12 面积48平方公分 第一个要求内切圆半径 第二个要求内切圆面积为多少 其实我一样东西啦 他就问内切圆半径嘛 你有半径你求面积不是问题啊 好问题是半径要怎么求 对不对 好他说等腰三角形的底边是12公分 就画图啊 等腰三角形这样画对不对 底边是12 面积48 你看他故意了嘛 给你底给你面积可以求高啊 你就高给他4H 所以底乘高除2 等于面积48 可以求除高多少 然后这2跟12约答案是6 如果有一块除以6啊 H答案就是8 H是我的高 所以这画下来呢 高答案就是8 那我们知道说等腰三角形 你从顶点画高 可以垂直平分底边 12一半就是6 6 8斜边就是10啊 3比4比5的两倍大 6 8 10 对不对 所以腰是10 他不问这个 他会说三角形的内切圆半径多少 我们有记得哦 有这公式可以用 三角形的面积呢 等于2分之1RS 什么是R 内切圆半径 什么是S 三角形的周长 这公式你务必要背啊 因为这个我就没折了 只要背下来比较有 所以三角形的面积刚才我给啊 就是48 所以48 会等于2分之1乘R R叫内切圆半径 再乘S S指的是周长 三角形的周长 你要怎么做 三边加起来 还要怎么做 对不对 10加10加12 10加10 20 20加12 32 2分之1乘R乘S 然后把这个呢 2跟10 32形的约分好 变16 所以R乘16 叫16R 48等于16R 通许R多少 你先算一下 答案是不是3 代表说 他的外切圆半径就是3 那半径是3之后呢 你要写3公分 他有档位哦 所以第一个答案 他要求的是那个 外切圆半径 答案3公分 那第二个呢 他要求的是 内切圆的面积 原面积怎么求 半半拍嘛 送分的哦 所以3乘3乘拍 答案叫9拍 所以第二个呢 他的面积呢 9拍平方公分 好 所以重点不是求面积啊 不是求内切圆的面积哦 所以求半径要怎么求 可以用这小公司来求 叫做二分之一RS 好同学如果你跟我听不懂的话 表示你第一堂课你就没有学好 你把那个第一堂课 讲那个内心外心重心的重点 再重看一次 因为那真的很重要 好 我们来看那个37页的第二体 第37页的第二体 图图中呢 I 是三角形ABC内切圆的圆心 所以这I I 没画出来 画一下 这个I呢 指的是内切圆的圆心 他要说 A珠长是2 B1是4 FC是6 好另外呢 A珠垂直 AF 什么形 直角三角形 ABC哦 好第一个问你说 三角形ABC面积为多少 第二个要求 原I的半径为多少 就内切圆半径为多少 跟你讲这里超级好做 怎么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个内切圆 内切圆的话呢 这个A怎么样 叫圆外一点做切线 我们称之为切线段等长 A珠等于AF 都是2 有没有 这也是啊 切线段等长 这边4 这边也是4 切线段等长 这边是6 这边也是6 所以你要求那个三角形ABC面积 它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你怎么求啊 底层高除2 底是这一边 2加4 这底就是6 这边呢 2加6是8 所以 用面积求啊 底层高除2 底是6 高是8 底层高除2 6 8 48 除2之后呢 所以ABC面积答案是24 有没有单位啊 没有单位 不用写单位 再来第二个呢 它要求的是 内切纹半径 它的半径是多少 那你要怎么做 对 那公式可以用 叫做三角形ABC的面积 会等于2分之1 RS 那什么是R R指的是内切纹半径 什么是S 三角形的周长 所以ABC面积24 24 就会等于2分之1 乘R R是位之数嘛 半径不知道 S我们知道啊 它是周长的 6跟8跟斜边加起来 4加6是10 就是680嘛 6加8 14 再加这个10 24 所以乘上24 结果呢 2跟24呢 可以约分 212 这边是12 得到这个结果 24等于12R 那半径多少呢 把12移过来除于12 所以R就会等于2 所以这第二题呢 它要求的半径 答案就是2 所以这一题其实蛮容易下手的 你只要知道说 它是切约段等长的时候 去把那个编长找出来 就蛮好做的 好 那我们来看那个第三题 第三题 好 如图中呢 原欧三小型ABC的一个内切源 欧 这个欧 欧没有写出来 这个欧呢 它是一个三小型ABC的内切源 那PQR 就是所谓的切点 因为内切源嘛 三边都切到 当然会有切点跑出来 他说AB长是4 你看他给的资料 A到B是4 AB则是三小型的 这个边 这边是4 AB边 然后BC边是5 这边的边长是5 另外呢 CA边这个边长是6 所以这个4是A到B 5B到C C到A答案是6 那他说第一个 要求AP长 PQ长 CR长 的长度为多少 AP 这一个 他要求AP多长 还有一个是要求BQ 是多少 另外要求的是那个CA 不是CA CR CR的长度是多少 求这三个对不对 AP这一个 BQ这一个 CR这一个 那你要怎么求 我跟你讲 这样的考法就比较绝 你要用到以前学过那个 二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要怎么做呢 你看喔 AP跟AR有没有一样长 一样长 给他长度给他设小A 小A小A 那BP跟BQ也是 因为是圆Y点做切线 切线段等长嘛 我们刚好说过 一样给他设小B跟小B 所以这边呢 对 设小C跟小C 然后呢 你看喔 A加B是4 长度是4嘛 对不对 所以A加B等于4 这边呢 对 B加C是5 你这样就会列4了 好 再来这个A加C 是6 对不对 好 那这边会有三个未知数 那你要怎么解呢 那方法很特殊 我们会先把这三个方程式 全部都加起来 他的解法这样做 有这第14 第24 第34 在解的时候呢 第14 加第24 加第34 全部加起来 好 那加的时候呢 你这样看喔 全部加的时候 以前我们都学过了 就复习一下 两个A 2A 全部加起来 这样加 等号的左边全部加起来 有两个B 2B 还有呢 两个C加2C 右边4加5加6 是15 然后全部都除2 除2之后呢 A加B加C 15除了是7.5 就不写分数啦 写小数 7.5 这个时候呢 就给它编号编第44 然后就带回去 比如说带到第14的时候 不是 用相减教训法 你用这个第44 减掉第14 你看 你用第44 减掉第14 的话 得到什么结果 ABC 减掉AB 剩下C 对不对 因为是ABC A加B加C 扣掉A跟B 剩下一个C 7.5扣掉4 答案就是3.5 用这方法可以把其他的答案的求出来 你也可以说把C带过去求嘛 再来去求B 对不对 比如说3.5带过来 C加3.5 一过来减3.5 所以B就是1.5 5-3.5 A P A P BQ C R 的答案都出来了 A P 叫小A 小A是2.5 BQ BQ 是小B 小B 我们这边解出来是1.5 CR 就是小C 小C解出来答案是3.5 所以长度分别是2.5 1.5 跟3.5 好 你要写分数便怎么写 就2分之5 2分之3 2分之7 好 再来 第二个他说 如果圆欧的半径是2分之7 要求ABC面积 所以这很明显 套公式啊 你要求三角形的ABC面积 它的公式叫做2分之1RS 对不对 2分之1 去乘上什么 R R叫内线半径 有没有给你 有啊 他说半径2分之7 对 乘上这个半径之后 再乘上周长 那周长指什么 AB加BC加AC 对不对 4加5加6 15 好 那乘算答案多少呢 我们这边有点写不下 刚好被挤到 我写过来这里 会等于多少呢 我们分母去乘 分母乘分母 224 分子的话呢 15乘更号7 叫做15更号7 因为不能够化简 所以面积答案叫这一个 4分之15更号7 这是第三题的做法 这样有没有问题 也容易对不对 来我们看那个第四题 第四题 他如图呢 这圆I是指导三小型 ABC的内切圆 PQ是切点 AP比PB的比例是2比3 AP比PB2比3 比例啊 2比3 那他要说呢 AQ长是4 这边实际是4 然后呢 要求圆I的半径是多少 那这本身这个只好三小型 你看哦 来 如果这边都给4了 那这还2比3 可是AQ等于AP啊 对不对 圆外一点做切线 切线段等长 这两个相等 如果这个要变4的话 几倍? 2倍放大 因为这两段比是2比3 按照2倍放大之后怎么样 变成4跟6 所以AP长一样是4 跟他一样长 那么BP长答案就是6 如果这边是6 那这边呢 也是6嘛 对不对? 因为切线段等长 结果他是要求什么? 他要求那个内切人半径 你看哦 我就把这边画下来 这边是半径 半径叫做R 小R 这也是半径 半径叫小R 结果这什么型呢? 这会是一个正方型 这边也是小R 这边也是小R 那你小R怎么求? 对 用控股定力球 因为这边是4加R 这边是6加R 这边呢 是4加6 不是2加3 那是比例 4加6 所以这边的长度就是10 这边的长度是6加R 这边的长度叫做4加R 你说老师答案是不是680 R就是2 当然你用凑答案可以这样凑 可是我觉得不好 我们要写过程 所以怎么列呢? 骨平方相加等于斜边的平方 所以这边4加R 4加R就R加4 我们写R加4好了 我习惯英文字母写前面 R加4平方再加这个 R加6的平方 会等于什么?斜边10的平方 骨平方相加等于斜边的平方 再来求R的解 好,结果生后第一个用乘法公式处理 A加B平方展开来 A平方加2AB加B平方 这我们国二的乘法公式学过 所以它是R平方 再加2AB 2乘R乘4叫8R 4平方16 再加上这也是R平方 再加2AB 261212R 再加36 6平方36等于100 好,整理一下100往前1 R加R R平方两相加 有2个R平方 再加上8R加12R 有20R 好,16加36是52 52喔 100过来减 52-100-48等于0 全部除以2 R平方加10-24等于0 它漏掉 好,这个时候使用那个 十字交证法来做分解 你觉得24怎么分解 可以相减抽到10 你说4个24 4加就是10 不是耶 你是相减耶 相减抽到10 24可以分为12跟2 12-2刚好是10 所以R跟R这样放 那负的呢 表示一号 一正一负 如果这边正的话呢 交它乘最大的给正 这给负 如果你都忘记的话 表示说你那个国二的那个 那个乘法公式啊 乘法分解法 然后那个十字交证法 解1元20方的字的时候 1元20的时候 你都不熟悉 那个单元要再看一次 好,那算出来R两个答案 R是-12 或者是2 那边长半径没有负的啊 就不合了啊 所以答案就是2 好,所以我们刚才猜的也对了 它的只好三小型的三边长 因为是680 R刚好是2凑得到 可是你要写过程你就要这样写 所以它这半径答案就是2 这是那个第四题 来我们翻页了 看那个38页 的题目来 第一题 如图1呢 这个图啦 三小型ABC中呢 A珠垂直BC 这边画有垂直符号的 而且A珠长是8 题目也把它印出来了 那B珠长是10 这边是10 它说周长是40 莫名其妙 给你周长是10 它的ABC的周长 好,题目说是40 那要干嘛呢 它是要求内千元半径 你看 莫名其妙 要求半径呢 谁的 内千元的 怎么做 有公式可以用啊 只要是考到内千元求半径 我一般都这样处理它 用ABC面积 谁要好写ABC面积 可以等于什么 2分之1RS 你就那方向去想 ABC面积你会求嘛 可以嘛 你有底你有高 你当然会求啊 所以球面积哦 底层高除2 10乘8除2 等于什么 2分之1RS 2分之1乘R 什么是R 就我们要求的嘛 美千元半径 那什么是S呢 萨小星的周长 有没有给你 当然要给啊 不给我也不会算 他一定有给嘛 他题目就给啦 他的周长是40 所以给他乘40 那我们要整理一下 前面这边的话呢 2跟8约分是4 4乘是40 40等于2跟40约是20 20R 所以R多少 R答案就是2 所以内千元半径呢 又是2 这巧合啦 所以第一题呢 答案选的 写的是2 好 我们来看那个第二题 内千元半径的 一样 这整页都在教那个 内千元半径的求法 让同学很熟练 你就不会怕啦 反正考内千元半径 你就老生栽栽 那么简单 什么都遇过了 我们好怕的 来我们看那个第二题 好的第二题 他说呢 三小型ABC中呢 他这个等到三小型 因为他说AB跟AC都是15 他也把你运出来 然后BC长底边长18 他要求的是内千元半径 你就想 我们内千元半径的公式 就那一个 三小型ABC面积 有没有 等于1 2 Rs 那我问你有 你有办法求出三小型的面积吗 因为这面积很关键嘛 你有面积 周长我已经有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是缺缺面积而已 你要求那个 德阿少林面积 我们怎么做 从顶点画垂线 可以垂直平分底边 所以18的一半 这边是9 这边9这边15的时候 跟你讲新约分 知道吗 你不要说马上15平方 请9平方开更好 也可以这样做啦 只是说不要麻烦了 你就先按照比例 看先约分一下 35 15 339 你有学过那一招 比例3 比4比5 5在斜边的 所以这边是4 345 几倍放大 3倍放大 339 3515 34 原来这个高的长度就是12 有没有 所以你ABC面积可以求啦 底18 底是18 高12 底乘高除2 等于1 2分之1 去乘R跟S S是周长 就是15加15加18 15加15 30 再加18 48 好 写到这边的时候 同学有没有注意到 两边都有分母2 干脆喔 两边都乘2 乘2就去分母啦 所以 18乘12 等于R乘48 叫48R 有个老子没有把它乘出来 我跟你讲 我能不要乘我尽量不要乘 因为我想用约分的方式 透露一下 我发现18跟 这两个一定可以约嘛 你48可以被谁除 被12除 你用12除 12被约掉 用12除这边剩下4而已 你要求R 4一块除以4不就好了 所以R多少 答案叫做4分之18 用2约分 2分之9 所以它的内器人半径 答案叫2分之9 这是第二题喔 有没有觉得很简单 简单喔 真的喔 等腰三角形很容易去考内器人半径 就这么做了 好我们看那个第三题 8页的第三题喔 好这题目是说呢 三小型ABC中呢 AB等于ABC都是26 又来的等腰三角形 那BC是20 它要干嘛呢 诶还是一样 我们就练习了 纯那个内器人半径 然后怎么做呢 只要纯那个内器人半径 公式用这个 这是内器人半径 它专门使用的公式 外器人不能用 所以内器人用的时候 这样子喔 三小型面积等于1分之1 乘内器人半径R 再乘S S是三小型ABC的周长 所以你发现喔 这S你有了嘛 对不对 半径就是要求的呀 现在先求面积 那等到三小型要求面积的时候 怎么做呢 对 从顶点画垂线 画垂线 画垂线就可以垂直平分底边 所以20的一半这边是10 这边10这边26 你就先约分了嘛 用那个2去约分 用2约分250 用2约分变13 你有背过那一组啊 什么什么43的 5213对 5213这边就12啊 但是你不要写12啊 它按照比例放回去啊 51变10 13变26 几倍 2倍啊 250 2013变26 2012呢 它的高是24 所以你求ABC面积不是问题啊 底层高除了 底是20不是10喔 底是20 所以20去乘以高24 底层高除2 等于什么套公式 1 2分之1 乘内切纹半径R 再生S S是三角形的周长喔 26加26加20 先算一下 26加26 52 52加20 72 所以周长是72 我觉得解到这边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什么 一样先去分母 两边都乘2分母就没了 所以20乘24 等于R乘72 叫72 72R 我们就善用约分的方式啊 等量除法 24跟72刚好三倍关系 两边都除24 除24这边变成3 那你要求R 3一怪除以3 所以R多少 3分之20 所以这一体它要求的内切纹半径 答案叫3分之20 我们这样解就会变得比较快啊 所以你有时候 不必要撑出来的不要撑出来知道吗 就妥善利用约分的方式会比较好做 这是第三题 好了我们看那个第四题 最底下的第四题 它提问是说呢 这是一个正三角形ABC 然后呢它的边长都是10公分 这边是10 每个都是10 我不写了 它要求的是内切纹半径 那我们这一题把它改一下 改为说它要求内切纹半径 跟求外切纹半径 两个都来求 因为很简单做 怎么做呢 当我们学过那个重心的时候 我们知道说 正三角形 它的三个心合在一起 就是内心外心重心 都是同一颗心 叫三心合一 所以正三角形 它的那个内心也是外心也是重心 所以我们把它画出来 从顶点画垂线之后呢 这个位置 大概是2比1的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重心的位置 同时也是内心的位置 也是外心的位置 这样知道吗 那变成这样做 我们画垂线之后呢 一样垂直平分底边 这边就是5 然后这个特殊角 这边是60度 这边9度啊 这边呢30度 它的三边比例关系 叫做1比2比更好3 小角度对过来是1 斜边是2 这边呢是更好3倍 1比2比更好3 按照比例放大 放大几倍 很明显嘛 5倍放大 5比5 52 AB是10 没错嘛 正常有其他 三边都是10 5乘更好3呢 5更好3 所以这边的高呢 叫5更好3 那我们刚好说过 这个两段比例啊 它叫2比1 就以重心来看的时候呢 这边是2等分 这边1等分 比例叫2比1 对不对 所以你看喔 你要求内界人半径的时候 是求这一段 你要求外界人半径的时候 是求这一段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做 整根长是5更好3 如果你是要求内界人半径的话 是这一段 叫做3 全部是3等分吧 1等分3分之1 所以用这5更好3 对喔 我写这里喔 用5更好3 是全场 却乘上3分之1 所以答案叫3分之5更好3 这个答案叫做内界人半径 如果说你要求的是外界人半径呢 是2等分的部分 所以全部一样3等分嘛 2加1变3等分 我要占2等分的部分 全部的3分之2 全场多少 5更好3 所以做法怎么做呢 一样的喔 用5更好3加全场 却乘上3等分里面 我需要2等分 叫2分之3 那乘出来变什么结果呢 答案叫3分之10更好3 所以这一题喔 你要求的内界人半径 就是这一段 答案是3分之5更好3 你要求的外界人半径呢 在这里 答案是3分之10更好3 所以我们用重心来处理 会超级的快 这样知道吗 只要遇到正三角星的时候 你就这样想 他是三星都合在一起 这个星是内星 也是外星也是重星 因为是重星 所以是2比1 用这方式球会被人比较好解 我觉得差不多啦 我们就今天上到这里了 那下个课程的话 我们就下礼拜再来继续 好 同学拜拜